這一期除了要試開滿街滿街的帕拉梅拉之外 有件事情需要在場的夥伴們幫幫忙 我收到了來自官方的座談邀請 他們想和幾位KOL聊聊遊玩經歷與相關的建議 好讓遊戲團隊可以帶給玩家們更優質的巔峰級數 所以這邊就歡迎大家踴躍地在評論區 發表自己的新生與改進的建議 可以的話順便備註一下自己是無課玩家 還是月卡玩家 或者是月卡加合約的玩家 還是中課以上的玩家 我想要根據每個不同層面的玩家類別 去整理一個完整的反饋 雖然你可能覺得官方現在做這些都已經太晚了 但我認為哪怕這只是亡羊補牢的做法 我也仍舊相信巔峰級數這款遊戲的潛力 總之呢我們就試著反饋看看吧 再差也不過就這樣了 對吧 OK 讓我們回到帕拉梅拉的部分 分數目前是爬到了1982分 如果願意坐牢的話 即使是完全不蹭牆 這台車要爬上2000分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相較於RS7來說 我個人認為帕拉梅拉的爬分過程還是比較輕鬆的 雖然兩台車都很滑很容易外拋 但帕拉梅拉的外拋又更加的好控一些 可惜的是它的車身動態不太穩 有點小晃 雖然它不怕跳破 但很怕邊邊的人行道 只要甩尾的時候遇到一點顛簸 車身就會劇烈的搖晃 這個會大大的影響到你加速的時間 那如果你問我 滿街滿改的RS7 和滿街滿改的帕拉梅拉要選擇哪一台 我是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帕拉梅拉的 除了比較好開之外 它的尾翼會變形 我覺得很帥 有人等不到爸爸回家 有人和爸爸買帕拉梅拉 然後歌也很好聽 這邊我們就試跑一下白雲山 改裝密碼我一樣使用23332 我並沒有為了白雲山而去更換密碼 畢竟帕拉梅拉本來就不適合跑彎道圖 所以我們就用常規使用的改裝密碼來測試 第一把我們先用正常的全油門跑法 那由於全程油門保持不鬆 因此也推薦自動油門玩家使用 這邊手煞車看起來都只是單下重彩 但其實都是快速的點擊兩下 但是第二下壓的比較久 這樣車頭的擺動速度就會快一點 帕拉梅拉過彎的訣竅就是 讓他紅 然後利用四驅的推頭特性 等他自己回正 但如果你角度打太大的話 就需要點幾下反方向鍵 讓他早點回正 但又不能點太多反方向 否則會滑個不停 趁山車,夜中和正常И 快速度開放 趁山車,夜中 비鎖 你會用回復 真的快速度開放 前衛,如果可以使用任何營門 開往,更遠 靜山車,夜中門 你看即使是全油門抄架 也比RS7好看很多 至少不會那麼外拋 最後成績是1分44.616 再來第二把 我就改用和RS7那一起一樣的手法 就是甩尾的時候會加入一個重新踩油門的動作 這個手法用在過低速彎的時候非常實用 除了讓你更加的貼近彎星 也比較不會外拋 還沒試過的夥伴可以試試看喔 born at the world 我們在衣服裡都能打到 或部分的手法用力 就是從頭上起 你屬於 raj這個身體 我們有的手法用力 然後你屬於 你屬於 好 最後成績是1分44.223 其實也才快了大概0.4秒左右 那我個人會比較喜歡這個操駕法 基本上只要是個滑個不停的車 我都會使用這樣的操駕法 就是除了雙殺之外 再結合重新踩油門的技巧 絕對可以讓你輕鬆駕馭 任何一台容易外拋的車 那麼本期就到這邊結束啦 開頭的那個請求 再請夥伴們幫幫忙 我是珍惜喜歡這款遊戲的 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讓巔峰技術變得更好 我是水大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見 拜拜